4月12号,湖南一女子遭家暴时持木棒杂倒丈夫,致其死亡。 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防卫过当,判决该女子犯故意伤害罪,判有期徒刑6年半。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,案发2021年1月20号,湖南省桃源县村民王某桃与丈夫卢某某在新房白酒宴客。 傍晚客人离开后,卢某某要王某桃帮着设施网块,因其不帮忙,二人发生争吵。 卢某某要打王某桃时被他人拉开。 王某桃回到老宅后躲在卧室衣柜中,被卢某某找到,二人发生扭打,卢某某将妻子拖至屋外溢潜水坑,并将妻子头部按向水坑,并声称要淹死对方。 王某桃挣扎时抄起一根木棒打在丈夫头部,二人继续扭打,王某桃又连打丈夫头部两下,在祈祷地后再打两棒,离开现场回到家中。 4日上午,王某桃报案称长期遭到家暴,并陈述了将丈夫打倒的经过。 民警前去查看情况,发现卢某某已经死亡。 法院认为,卢某某将妻子拖至潜水坑,并将妻头部按入坑中。 王某桃未免受不法侵害,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导致卢某某死亡,明显超过必要程度,是防卫过当。 最终判决,王某桃犯故意伤害罪,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半。 据报道,我国近90%的家暴受害者为妇女,其中只有不到10%报警求助。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两种状况。 一是有些家暴行为长期存在,不能得到及时制止。 二是极个别情况下会导致极端行为发生,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。 反对家暴,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。